大家還記不記得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前幾個月 其實在台股的ETF 有掀起了一股非常大的風潮 當時呢 其中幾檔的ETF 其實它的申購量 交易量都突破了新高 那當時呢 在網紅圈 其實也掀鼓一場熱讓 就是因為呢 網紅他們也會來推薦 自己喜歡的ETF 或者是他們也有來跟業者來合作 那他們也會在他們自媒體上 可能會講到說 保證獲利啦 或者是一定會賺錢 賺學費等等的這些相關用詞 但是金管會呢 就擔心說可能會有廣告不實 或者是廣告誇大的這個嫌疑 所以金管會今天就祭出了兩大規定 就包含說網紅 如果你要來推薦這個ETF 或者是其他證券的話 一定要有良民證 或者是一個相關的職業證照 來聽一下金管會的最新說明 只是說會給那種 要交良民證啊 然後要考證照之類的 因為他問的業者 大家的建議說 你要做這個專業的報導 你至少還是要有基本的 比方說音樂證照啊 簡單的證照還是要取得啦 這樣對投資人的保障會比較好 好 大家可以聽到 其實這個兩大心智啊 就是包含說 其實業者也要有一點規範 業者當跟網紅去簽約的時候 第一個要來注意 他有沒有在三個月內 有在他的自媒體上提到一些 證券 證券是完全是可以保證獲利啦 或者是一定會賺錢等等的用詞 如果有這些記錄的話 就不可以跟他合作 另外呢 他還要有良民證 或者是也要有一個金融的職業證照 才有辦法來跟這個業者來合作 避免呢 在這個證券行業會來產生亂象 以上這是現場的最新消息 再把時間交還棚內